当地时间周一11月19日下午3点到3点半左右,美国芝加哥慈爱Mercy Hospital发生枪击案,导致两人送医后不治身亡,包括枪手本人,另有至少4人身受重伤,其中一名警察也宣购死亡。 芝加哥警方知情人士透露,嫌疑人是一名32岁的男性,慈爱随后表示,和病人均无大爱。 芝加哥消防部门发言人称,事件发生后,芝加哥启动了紧急医疗服务三号计划,又至少15辆救护车赶到现场,以应对活跃的枪手。 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,一名名叫格雷·James Grey木记者自称目睹了至少两人遭袭击,他说,事发时自己正走出门诊区,随后看见停车场附近, 一名穿着黑色大衣黑色裤子,戴着黑色帽子的男性,朝一名同行的女子胸部连开三枪,随即进入开始胡乱扫射,格雷扯,嫌犯,与该女子之前在交谈,没有情绪上的波动。 另一名目击者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,他透过急诊室窗户看到一名类似军装打扮的人向警察不停开枪,目前联邦调查局正协助当地政府展开调查。 由于历史原因,作为美国第三大城市的芝加哥连年发生恶性枪击案,今年8月3月至5日,芝加哥遭遇暴力周末,三天内联发33起枪击案,导致12人死亡。 就在芝加哥枪击案发生一个小时后,美国另一座大城市,位于西部内陆的丹佛市中心也传来枪伤,目前已导致144伤,丹佛卫生部门表示,此次枪击案中有5人被击中,其中1人当场死亡。 目前尚无法得知,枪手以及伤者的具体身份,芝加哥与丹佛直线距离约1500公里,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两个事件之间有关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